第20届中美电影节电视节开幕世纪金天使奖颁奖典礼将会于11月8号在洛杉矶圣盖伯喜来登酒店举行 在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 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也迎来了20周年 这届的主题是挚爱永恒光影同行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延涛表示 20年来我们助力中美影视产业之间的务实合作与创新发展 以光影艺术的力量积极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与文明互建 以爱与和平搭建中美民间的友好平台成为了我们20年来不变的信念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今年有更多的中国影人到好莱坞 与美国电影界的好朋友一起交流 共同来畅想共同的影视的未来 也为中美的民间友好搭建一个友谊的桥梁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玉表示 20年的坚守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务实地推动了中美影视行业的交流与合作 希望在各界的关注和努力下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能够进一步发挥桥梁的作用 深化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出席发布会的嘉宾还包括前洛杉矶郡郡长Michael Antonovich 亚凯迪亚市副市长关美满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饶饮凡等多位政要 以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共同主席Andre Morgan 美西编剧协会国际事务负责人Bob Underwood 奥斯卡奖和爱美奖得主Richard Anderson 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晓琳 好莱坞华裔工夫武术指导李靖 中美电影节委员苏倦杰等众多中美影视界领军人物 据了解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高峰论坛即影视推介会将于11月9日在博物馆举行 影视云市场将于11月10日至17日举办 优秀中国影片展映将于11月10日至12日在阿罕布拉市的爱德华影院举行 此外 组委会还将在电影节期间举办中美青年影人研讨会等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